霹雳州是马来半岛11个州当中第二大的州 霹雳州更是隐藏了许多好玩又有趣的景点 除了恩乃像、旧街场、极乐洞、三宝洞、霹雳洞这些景点之外 还有哪些被人所忽略的景点呢? 本期节目古灵精怪将为大家介绍 马来西亚霹雳州最值得推荐又好玩的景点 绿中岛 绿中岛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班戈岛附近的一个四人海岛 面积大概300亿亩 是一个与世隔节的美丽海岛 绿中岛更是被评选为世界十大秘业景点之一 拥有世界最浪漫的海岛的美丽 绿中岛海上风景秀丽 景色非常优美 有成片白沙滩 海水清澈见底 成翠绿色 由于属于十大秘丽海岛 岛上保留着200万年历史的热带雨林 岛上唯一的绿中海五星级度假村 四周被古老的热带雨林围绕着 绿中海度假村总共设有148个别墅和8个完全独立的山庄 这里可说是情侣们最佳的度假圣地 躺在房间中的浴缸里 只要推开窗户 你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 来到绿中岛度假 保证能让你有个美好的回忆 百龙皇家公园 百龙皇家公园位于霹雳州的北部 拥有世界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也有1.31年的历史 同时也拥有马来西亚的第二大人造湖 天门儿湖 人造湖占地15200公斤 面积有4个新加坡那么大 你可以在这里的湖泊体验 划足法 钓鱼 划皮体和黄岛游船河等 山岸后你还可以来个森林探险 幸运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马来墨 山猪 大象 甚至是老虎的身影 还有机会看到世界最大的花 来佛丝花 或造访这里的原住民部落 你能与当地的原住民互动 体验他们的传统生活样貌 和在这大自然环境生存的文化气息 最后你一定要前往这里的瀑布景点 瀑布周围环绕美丽的雨林 享受百龙皇家公园森林中的临近 与美景 凯利古堡 凯利古堡位于霹雳州的华都亚野 这座古堡是由来自苏格兰的工程师 威廉凯利史密斯所建造 与1915年策划和兴建 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 拥有许多神秘又不所迷离的古老传说 据说在建造一半时 凯利却意外失事了 因此这城堡始终没有机会建好 形成了如今残缺不全的遗迹 孤独抵守在一片荒野之中 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安娜与国王》 片中几场戏便是在此拍摄 才使古堡正名大照 在古堡里穿梭 参观当年窄小的眩罗市时街 客厅布置 各个废弃了的房间 顶楼未完成的厅宴等等 站在这里的最高处 还可以看到远处的三轮叠起 360度的秀丽景色 拍站照打开也是不错的体验 望里望升旗山 望里望升旗山 海拔高度约800米 位于宜宝的望里望 升旗山虽然不是出名的旅游景点 当然这里也没有达车可以登山 但这里却可以看到最漂亮的日出及日落 幸运的话你还可以看到美丽壮观的云海 除了爬山以外 当地居民也会到这儿骑脚车 山上步 跑步 乘运 是一家大小进行健康活动的好去处 登山的途径有两种 分别是山路和坡游路 一路爬山上的风景优美 沿路还能看见溪流和小瀑布 如果你想体验爬山 可却不想太累 这里绝对适合你 昆仑浪休闲公园 昆仑浪休闲公园位于霹雳州的医保 于2000年开源 占地面积70亿亩 这里曾经是一个被废弃的矿湖 后来霹雳州的旅游部 把这里改造成了休闲公园 成了怡保的另一个旅游景点 这里的休闲公园 还有着怡保小桂林的美誉 休闲公园被群山环绕 到处都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林 坐快艇到了湖的另一边后 也可以到这里的迷你动物园参观 或是参观这里的马来特色小屋 但最新颖游客的还是那个80米高的人造瀑布 水流从山顶直奔而下 仿佛就处在一片仙境之中 静湖 静湖是位于霹雳州屋边一个繁忙的大马路旁 到达目的地后 只要沿着沙石路一直走过扎石区 就会看到一个隧道路口 黑暗的隧道长度大约是150公尺 穿过去后就能看到 忽然开阔的景象 以及超美的静湖 美如其名 这个湖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平静里反映着周围的景色 静湖的四周都被高山围绕 形成了一个幽谷 非常的专利雄伟 在这里会感受到一份平静 重点是拍照打卡也超好看的 马当红树林 马当红树林位于霹雳州 1906年这片红树林 被列为永久森林保姆区 保护区拥有52公里长的红树林 面积超过4万公斤 目前是马来西亚半岛最大的红树林 有超过160种的鸟类居住在红树林 每年的迁徙季节 许多不同品种的候鸟 都会飞到红树林落脚栖息 多达43,000到85,000只 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到来欣赏自然生态 林内还建有一条长达1.2公里长的木桥 此时能到穿梭与红树林沼泽地 走在茂盛的红树林中 没有一丝热的感觉 虽然太阳高高地挂在头顶 但由于红树林内空气湿嫩 使得整个林子都很清凉透气 医保半家郎温泉景点 半家郎温泉景点 距离医保市中心仅有15公里的路程 园内的迷人风景 让人感觉清新 由于靠近迷失热言 攀岩区 购物中心等出名景点 有客们对这家酒店都特别喜爱 半家郎温泉景点非常的特别 四周环绕许多自然洞穴 茂密丛林瀑布和低温温泉 不但如此 兜穴内还有一间兜穴餐厅 而兜穴里的岩石 都是来自2.16年前的古时代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着温泉 欣赏着园内景色 度过没人打扰的阴险时光 打罢金江瀑布 金江瀑布就位于霹雳州的塌帕 坐落在滴滴万沙山脉的金江瀑布 拥有残约800公尺高的瀑布基流 可说是马来半岛目前最长最高 气势最为壮观的瀑布之一 多层次的瀑布城 形成了许多个天然水潭 这些清澈的水潭 也是游客泡浴细水的好气处 站在这里的吊桥的中间 你可以观赏到壮观的瀑布 看着川级的水流奔流直下 听着不觉一耳的潺潺流水声 肯定会带给你轻松愉快的一天 迷失乐园 迷失乐园一山而建 它就坐落在宇宝达门的群山三角 周围都是清脆的山林 自然的湖泊 和石灰岩等 甚至还有温泉 迷失乐园有7个主题园区 分别是水栈乐园 游乐场 天然温泉 然后湖谷 动物园 以及两大最新景点 西矿谷与探险活动区 这里的野生动物有超过百种 其中不少是外国进口品种 目前全世界只有400-500只的西玻利亚虎 而乐园内就饲养了5只 来到游乐园 有过山车 180度旋转的海盗船 飞天旋转秋千等等的游乐设施 水上乐园设有多种刺激的水上娱乐项目 包括采用全马最长的双管水上滑道 和全亚洲最长的人造河流探险河 探险活动区里 则可以进行约1小时的探险 创业一个700公尺长的山洞隧道 体验热带雨淋漓的花草树木 与野生动物 还有壮观的瀑布与山洞 耗尽了一整天的体力后 还可以去泡一泡温泉 粟软疲惫劳累的身心 你还知道霹雳州有什么好玩又值得推荐的景点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 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分享和按赞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